今年的春道河畔开幕后呢 首三天已经吸引了25万人次到访 尽管前几天阴雨不断 而受邀前来展示手工艺绝活的南京艺术家 因为运输延误 工艺品呢也还没有运抵本地 前来参观的人潮依然踊跃 圣桃沙跨海步行道开始运作 春节期间呢 到圣桃沙游玩的公众又多了一个入岛的选择 轻轨列车的平均等候时间呢 因此比去年缩短了一半 但是由于人潮汹涌 公众还是得排队等上大约45分钟 走路入岛反而更快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根据人力部的数据 我国去年的职位空缺增加了36% 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员工短缺 更多的公司呢通过高薪高花红 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有求职网站就发现 投资银行去年发出的花红 有的高达12到16个月 一家人力公司的调查还发现 Y世代的年轻人 普遍向往银行的工作 在最受欢迎的十大公司中 银行就占了五个席位 来看记者梁凯鑫的报道 近期呢 由于原料的价格飙涨 不少商家的生意受到了冲击 不过呢 一些商家表示将承担增加的成本 不会在春节期间 转嫁给消费者 祝费者